你知道為什麼我今天要找柯P嗎 連兩台都守牌的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先出發去新竹 到時候見 對 老司機教你們怎麼扣錢 其實今天齁 我為什麼安排今天你知道嗎 那天是我生日 真的假的 真的啦 所以這個生日禮物 可以賣甜點一點 哈哈哈哈 這樣啦 至少 那個 叫你iderman ney 甭播出來 engineer 這個車就先讓柯P直接 回去台北辦過負 等一下我要繼續改去下一站 現在去那個榮南 我跟你講我今年的生日最棒的就是遇到這兩台車 第一台手牌也買中午車這麼多年第一次買到手牌也買 而且我真的覺得這客人好好 有禮物也準備好 咖啡也準備好 油箱也幫我們家買自動降價有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但我還是覺得說有時候真的我們的客戶真的都還蠻不錯的 像昨天我就講有一個客人來賣車自動調降兩萬 那真的啦昨天才發生的啦 然後今天又這樣我就覺得好開心喔 有被支持的感覺 真的有時候這個就是一個心意跟感覺而已 但你有差那兩萬嗎 我的方式有差 喔你有差是不是 我也有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那下一站龍潭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一台車子 因為這一台車呢 現在現任車主是第二手 第一手是我 那個是我五年前買的那個A250手牌的 當初我的伊莉莎白 那時候我老婆幫她取名字 伊莉莎白 伊莉莎白 對伊莉莎白要回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去龍潭 把伊莉莎白再接回家好不好 這個女兒嫁出去一次 人家用完了 再把她拿回來 我們再把她收回來 這邊有龍潭科學園區啦 你看拍一下 現在是科學園區嗎 現在是龍潭科學園區對不對 對你知道新竹科學園區內湖科學園區你知道有龍潭科學園區嗎 看小吃長知識好不好 龍潭有科學園區 靠一下勒 龍潭就是有大池 我真的不曉得 什麼什麼 龍潭大池啊 大池是什麼 每年都舉辦華龍舟啊 我不曉得 為什麼你會知道 那有桃園人喔 龍潭是桃園喔 對啊 桃園龍潭這樣 桃園市 桃園那麼大啊 那桃園普清嗎 陳桃園市 雛東 這很厲害 好啦 我們要繼續探索 越來越冷的 越來越貼幣 阿達 我跟你講 史上最快孤車啦 這一台 這邊有板經過啦 可是你 可是你 記者是在那邊 然後 我不得我要抱怨一下 這款的體型沒辦法 你看 你看 後來洗車就看得閉上了 喔 你看 你會開 然後還有這個Q感都沒Q好 那時候我就很傷心了 對 所以回來我 報應 報應在我身上 我還要再畫一次 對 報應又回到我身上了 不扯走聯盟 看到最後都要期待什麼 期待什麼 彩蛋 對 想不到在哪裡 你可以先看其他的 好恐怖喔 一打開 手那一跳出來 阿不用看 阿在看什麼啦 多懷念 你看 他連那個 當初的那個都還在 對啊 當然 他們問我要帶什麼 我說 就我給你的東西 你再帶過來就好了 哈哈哈哈 欸 我會說 你的日語 那是這些儀錶板店 翻到的 結果我看 如果沒有丟掉 我就一樣都還 什麼日語 喔 喔 幹 這我用的 他在車上拿到的 我之前都把這個貼在這 你開車就邊唸這樣 對 我邊開車邊寄 懷念喔 他有點發黃了 然後我看到他這眼淚都快掉下來了 怎麼會這樣 他還不然你留著耶 真的還留著耶 你看 你好感動 怎麼會這樣 他幫我照顧得很好 不會很開心啦 因為這是真的有時候喔 車賣出去人家不一定會回來啊 可能他有可能就有不見了 可是他很好啊 他說他不想要給隨便的人 其實你這樣丟回來 我又困擾了 我會捨不得賣 我跟你講喔 這個是這樣啦 其實那時候我賣這台車的時候 我記得我剛搬到那個地方嘛 我搬去那裡的時候 我花了兩三百萬建設 所以我必須要把它賣掉 我才可以補貼一些資金 讓公司可以正常的運運 所以那一陣子 其實坦白說賣這個是 有一點點是不得已的 而且那時候我不只賣掉這個車 我還把我的四五個手錶 全部都拿去邊賣 因為那時候很慘 啊 一下子乾了 所以那時候變賣車變賣手錶 所以我的手錶是我這一兩年 又慢慢買回來 好啦 就這樣啦 我可以開彩蛋了嗎 可以 登登登登登 好浮誇喔 太浮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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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紫插氣球沒飛出來 紫插氣球沒有飛出來 紫插氣球沒有飛出來 沒有 因為我沒有時間去找氣球 欸 這誰做的啦 我沒有啦 感動 我就一直吊著好了 還是你這是要回收的 那個 再來明年老婆生日還要用你吃 哈哈哈哈 這一行做二十幾年 賣二手車賣到交朋友交的這種程度 有沒有 怎麼會這樣 蠻感動的 對啊 我沒有辦法臉交我耶 哈哈哈哈哈哈 誒 都花這個時間做這個東西 講難聽一點 阿大大媽的你有這個 你會做給你氣辣嗎 會喔 我是雙魚做的耶 別忘了 你不是媽都製造東西給他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欸好啦 喔真的 欸這東西真的太感動了 阿這當初裡面這個管子是 我有改那個尾段的閥門 好啦好啦我快點跟他辦下手續好了 舒服又快 我跟你講今天這個出門的正能量有沒有 這樣的正能量世界是非常溫暖 那待會兒這個阿呆這台就交給你了 然後我要載好朋友回公司 好 我們就直接回店裡 我要去懷念一下我的伊麗莎白啦 好 生日快樂 好囉 我現在把那個法門打開 手排走不到會開 最初期間 QTR生線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師推車 Yeah 這台2016年的 冰式A250 A250有什麼了不起 滿街都A250 AMG 有沒有 AMG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這個是當時限量50台的手排限量版 想到這台車就想到蘇永康的一首歌 久愛還是最美 以前喔這個是小師去簽的新車啦 好不好 我還有以前交車的照片 其實看到這台車很難過 那時候我家的汪汪還見不如飛的時候 現在阿媽的連站都站不穩 哈哈哈哈 還連老年痴呆叫他 阿利向 哈哈哈哈 回憶就是最美的好不好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台車的一些簡單的資料 欸它這很特別喔 好鎖門 鎖門閃 沒什麼對不對 你等一下注意看這個燈喔 我要開門喔 它閃完之後會有一個藍色的耶 哇漂亮喔 又變白的有沒有 超漂亮好不好 然後這AMG的套件喔 滿天新的水箱護罩 阿這個是大便當盒的Lofo 然後還有搭配這個夜色套件 夜色套件就是這個 Makunia也是 黑色的 然後這台車這個側面來看一下 它當初都配的是18吋的鋁圈喔 來 2354018 那一樣AMG的雙色切消式的鋁圈 那這鋁圈很特別 因為它中間的這個紅色是我弄的 我把它換過這個鋁圈蓋 這個回來之後我有開了幾天 我還是有發現一些需要整理的地方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那目前我看這個前面的疊盤 時間到了就差不多要換 那當時它都是黑色的窗框 跟黑色的B柱 手牌的50台限量一律都是沒有天窗的 只有自排的也有天窗 它當時的定價我記得自排是209 然後手牌的便宜10萬是198 但是我買到最後兩台 其實我那時候大概買180萬左右 便宜的將近20萬 好然後再來這個 喔這後面也是我改的 巴博士尾翼 原廠沒有 但我這支是這個 放的 我去買那個 台製的尾翼有沒有 它這個本來有預留一個 貼Mark的9R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去量好尺寸 然後我就上網找Bubbers的名牌 然後剛好符合這個框框我貼上去 我跟你講 這支尾翼沒有人會相信是假的 有沒有有沒有那種質感那種感覺 彭妤彥如果帶一支AP 你會覺得是假的嗎 對不對 搞不好 好不好這個就是這個質感的問題了 好不好 當時這個就是AMG的雨萱 有沒有這邊就AMG的這個logo質量 原廠來就是紅色的卡鉗 16年剛好是一個小改款 小改款呢 可以看這個尾燈 你看喔 喔 小改款的這個燈變成 上下L型的 那如果小改款之前就是 13年到15年的 它是一個分製型 然後當時買的時候是沒有AMG Mark 這AMG Mark是我貼的 你看我記憶猶心 我做了什麼事我都還記得 你看 然後當時呢也是AMG的套件 夜色套件中間有加一個紅色的點綴 然後雙粗的尾管這個是尾四管 其實它尾管還是坐在裡面隱藏的 所以你是看不到的 裡面只有一支小圓管 是欣欣藏而已 賓室的造地燈你拍一下 那是前車主改的 然後它這個兩邊的雙前座電動椅 都是三組機翼 都坐在前面的門板上面 然後全部內裝都是這個車紅線的 當時AMG的內裝 有幾個特點嗎 它這個是載車椅 所以它的頭枕就沒辦法表了 然後這邊有跟這個M系列一樣 腿部腿靠可以延長 然後當時AMG一個內裝很特殊的是 紅色安全帶 這不是改的喔 這原裝來就是這樣 黑天蓬 平靶方向盤 一樣車紅線 然後這個握的地方有打孔 那再來原廠當時這個Sport板 就有這個金屬踏板 然後前車主它有跟我說 它貼了一個這個 有AMG的logo 然後它也貼了一個這個門檻 當時我給它的時候是沒有這個 當時只有外面那個冷光的 裡面這個沒有 然後它這個Carbon的內飾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它是軟質 它不是硬質 你摸摸看它是軟的 有沒有像編織的那種感覺 還蠻有質感的 我覺得賓士這個 從這一代開始 內裝開始走向一個質感化 真的跟這個其他的車 有那個拉開差距的感覺 喔還有一個特別的喔 它這個當時 AMG的版本 它還有這個賽車 林格文的儀表版的表底 蠻有風格的 對這個店主我去買的嘛 這我常常在嫌有沒有 有些國產車不是都這樣嗎 那東西放在裡面狗狗 平時它不是一樣 可是它這個杯架這邊就有 有設計裡面就有設計這種橡膠墊 原來原廠就有設計 它當時的這個螢幕 是沒有倒車顯影的 然後又要加介面卡 然後又要加鏡頭 才有顯影 這我當初選配加的 好看後車箱 走 欸你看交車的時候 送一盒禮盒給你 很重欸 那你拿看很重 你拿不住喔 拿不住對不對 很重 超重的喔 好它很有質感 那裡面就是這個 兩副鑰匙手冊 然後我忘記這邊是什麼 啊我知道 它有兩個保溫瓶 一個我送給我朋友 一個黑的一個白的 白的還在我家 那保溫瓶我還留著 然後這個是它的照地燈 它換過的 要不然原本只有燈光而已 看一下 這個是也是我家的墊子啊 因為我怕後面磨損 所以你看這裡面跟新的一樣 好什麼都沒有 不太記 千金頂 警示牌 就這樣沒了 結束了 然後啊對它一樣有那個啊 急救包 你看這裡面的隔衣棉塞的多厚 有沒有看到 這個不是薄薄的一片 你看這隔衣棉就這麼厚了 你看 但是我跟你講它後面還是很吵 好了介紹完了 出去試車走 幹你啊 這個車就是直接出去就可以了 沒什麼好講 我當初為什麼買這台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因為賓市睽違了幾十年吧 我在猜 沒有出過手排車 只有那個國道高速公路的 警察C200K那時候有手排的 賓市的車其實本來它就不是很以性能著稱 結果我一聽到 哇虧威這麼多年出了手排車 我就二話不說 打電話給我朋友說 還有沒有還有兩台 賣了 然後我就把它牽回來 然後它這個Auto Hold 就是我喜歡的那種 你踩深一點它就踩住了 有沒有 六速手排 然後它的R檔是 打到最左邊以後你要上體 這個當初是218匹馬力啊 我記得扭力是35公斤米左右吧 0到100是6秒3還是6秒4 然後基本上如果我們一般的代步使用 它就是一個 很有樂趣很順暢的一個手排車 因為你在行駛當中你可以感受到 冰刺的紮實的質感 但是這一批 當時回來我會很詭畢的是 它其實隔音做的不是很好 所以它的A柱B柱 我都有做進化論的隔音風切 那時候還不認識進化論的時候 我就買了 好不好 所以乾爹要不要多拿一點 哈哈哈 對不對 因為它的A柱的這個風切車真的太吵 然後它B柱也沒有那個膠條 所以我加了A柱跟B柱跟C柱 我都加了膠條 然後抑制了一點點的風切聲 主要是這種五門車後車廂的轟動聲音 真的很吵 講到這台車我當時發現很幹的事情 就是我買回來的時候 我發現它的輪子好慘 然後我就下車檢查它的輪子 所以我當時我就覺得很神奇 一台賓士車竟然它當時新車 裝了Standlook的輪胎 我有想法應該歐洲車要裝歐洲胎對不對 結果它現在裝日本胎 結果後來我真的受不了那個噪音了 我就去換了馬牌 就變安靜 那時候是我第一次深刻的感覺到說 原來輪胎的抑制噪音的那個品質水準 真的是可以 差異可以到達油感的地步 當時它這個手排的配備很少 當時它手排沒有定速 可是它有這個預警剎車 就是前面如果警機剎車你沒有踩的話 它會緊急幫你踩 七個安全氣囊包含西部 只有駕駛座的西部 所以是七個 好啦我想要開拔門 然後開了喔 有沒有聽到 而且會放炮喔 開眼睛喔 有沒有 而且我跟你講 它關掉完全就是跟原廠一模一樣 有時候在比較沒有人的地方 高速公路比較不會吵雜的地方 看一下然後享受一下那個聲浪的樂趣 我通常回家我那個山路就關掉了 所以我之前就是一直在鼓吹大家說 你要改排氣管的話你可以改個閥門 可以對應驗車啊 或者是真的不要吵到人家 我剛剛講前車主買回去沒花什麼錢 但是回來我發現底盤的前面 有鬆鬆的那個異音啊 那個到時候我們拍完影片 還要去檢查一下 然後碟盤要換 我目前看到大概是這個狀況 所以我不得讚賞說其實 這台車都還蠻盡責的 其實五年都還算蠻新的車啦 我最近有看到一個那個適合單身狗的笑話 他在逼什麼 逼什麼 我跟你講他有時候會這樣 就是不知道是水氣的反射還是什麼 就是霧偵測你知道嗎 之前有時候我家有一個地方 是稍微下坡又上坡 然後因為那個斜度太高的時候 他的那個預防碰撞了你知道 他會霧偵測你知道嗎 你可能車子太傾斜了 然後他就覺得你是不是要撞到東西 可是其實你是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他會幫你踩雜車 有點可怕 但是很少遇到啊 就是某一個角度的時候他就會這樣 然後他這個手排的 他是有那個斜坡的起步輔助系統 所以如果你是這個開手排車 你到的這個斜坡你會緊張有沒有 你其實開車就比較不用擔心 我跟他講單身狗笑話不是嗎 對阿 你有時候會不會覺得自己在家很孤單 還是因為現在有貓齁 還是很孤單 還是很孤單是不是 我教你一招好不好 孤單的時候你就把燈全部關掉 然後就看鬼片 看完以後你會覺得 滿屋子都是人在陪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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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方法不錯吧 希望對你有幫助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你看喔 很少吧 很少喔 你大概轉速到3500轉左右 放開 天來 我有時候就這樣二檔一次踩 放一次踩放你知道嗎 很想聽那個聲音 我很想聽阿 好看那是我們阿炮 我覺得這個車我應該暫時不會賣吧 可是我想想說我車好像蠻多的 因為這個車其實也蠻符合我的喜好的 但唯一差的一個就是它還是前驅車啦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種車就是回去一個保值性 跟一個駕駛樂趣 因為真的賓士的手排 未來我是覺得一定也不會再有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汽油的手排的賓士車 基本上未來的保值性應該是蠻不錯的 然後218匹的馬力喔 它開起來還是會有渦輪池制 當然我現在已經是S檔了 那我現在2000轉 我在加油門其實就感受到有2000轉左右的時間 它是有渦輪池制 我這個車我本來回來 有去問那個全車犀牛皮貼要多少錢 但你看好貴喔 嚇到花不下去 就是大概跟貼模差不多錢 將近10萬塊 10萬塊 對超貴 後來我真的花不下去 我要講一件很賭氣的事情 雨刷 當時喔 它的雨刷新的時候就會跳 就刷起來是色色的會跳這樣 不是柴犬那個梗圖不可以色色的那個 那個冰式的業務好厲害 它交車的時候 它就跟我打預防針了 他說阿我們的車 新車雨刷會跳都正常 結果一回去果不其然 下雨一刷忙就跳了 後來我有加入這個 冰式手排的群組你知道嗎 我現在還在裡面 那時候去研究 換了Bosch的雨刷就好了 就好了 就沒跳了 就沒跳了啊 所以是不是他們原本出廠 他們的東西就有問題 可是他們卻打預防針 我覺得這也蠻奸詐的 至少他有跟你講的 那就是有你這種Hook 才會這樣想 不過它的換檔行程蠻長的 所以其實它換檔的時間 需要蠻多時間的 噢 當初它這個 有設定安全極速是250 它的錶底撞到260 它到底我跟你講 什麼250 230而已好不好 你試過 沒有 我猜一點 哈哈哈哈 夢到了 夢到了 噢 夢到了 噢 當時這個車 對不對 也是開著去拉拉山 去哪裡去哪裡 我愛說 這個是陪我去過很多地方 噢 木蘭啊 圍格啊 探索啊 挪威森林啊 沒有啦 亂講的啦 像這樣 帶母的人啊 你知道有一系列 男女上完床的笑話 可能你有聽過幾個 就一個就是這個 男生女生上完床之後有沒有 這個女生就在那邊 玩弄這個男生的小雞雞 然後女生說 欸 你的小雞雞好可愛 男生說 欸 大家都大人 這個不要再稱它叫做小雞雞了 好 這是羊具 女生就說 喔 沒有 羊具我看多了 你這個只能算小雞雞而已 好 這第一個對不對 還有第二個 好 一樣 結束完了 然後女生又在玩男生的小雞雞 玩玩玩說 欸 不要再玩了齁 啊 這有什麼好玩的 你說沒有 我實覺很懷念 因為我以前也有一個 這沒聽過了嗎 幹 這沒有 還有第三個 好 一樣 翻雲覆雨完以後有沒有 這個男生就看到 女生家裡從頭會怎麼放了一個 很帥的男生的照片 他說 哇 這個照片很帥 這是以前男友嗎 然後你說沒有 這是我 幹 你不知道這有一系列喔 我不知道 你知道很多時候 我是拍片很久沒有講笑話的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覺得很多笑話大家都聽過 可是殊不知 我跟你講 老可能還是很多人沒聽過 這個其實 其實我也不用開 這我以前開到 都已經有心得跟大家分享 基本上它的 以它的過彎的循跡性來講 其實我覺得 在我們一般的使用都是不錯的 那你認真是山路的時候 你如果真的認真開快 山路在過彎 你真的在跟人家跑山的時候 它還是會顯現出前驅車的那種不足的部分 它那個慣性不是很好 我剛才講嘛 因為前輪是驅動輪 又要做轉彎 所以其實 有時候真的會 沒有辦法那麼快的速度彎過去 所以以這個快速的動態來講 還是後驅車的那種小鋼炮型的會好一點 我坦白說 我們上次是不是在這個山路開過 那個GTI的Golf 其實Golf的底盤 我覺得比這還要好 我覺得它在彎中的動態 其實是比A250還要好 我們能理解嗎 因為賓士好像本來就不是什麼 在小鋼炮上面有著稱的 所以它本來就是在做中大型房車 豪華型房車 所以我為什麼說Golf GTI CP值很高 因為它真的它的價錢沒有賓士的車這麼貴 可是當時它這個有出A45 可是我就很期待有機會可以開到現在新一代的A45 因為聽說現在新一代A45在三道的表現就進步很多 所以以後有機會 我們再做一期專門的視頻跟大家分享 看有沒有機會買到好不好 那這一代的A45我開過 其實就是動力比較足 但底盤上面 調校上面我覺得沒有夠那麼好 但是馬力是夠的 好不好 這個就是大概我開這個車的這麼久的分享 其實我跟你講 它這個車主給我的收購價真的是有情價 因為這個車喔 事實上流通率真的很低 你幾乎找不到成交紀錄可以做參考 所以說這個我猜啦 給大家參考好不好 因為我們以這個自排的A250來做參考 因為自排的這個當時的車款更貴嘛 但是手排的數量更少 有人會覺得要增加 有人會覺得要減少 那你不至於評估 如果以現在 2016年的自排的A250 市面上的收購價格應該在90萬左右 賣出來我猜會在105到110萬 他要賣我 我要去龍潭跟他買之前 我有去查有一台在賣 好像不知道賣120的樣子 120喔 對灰色的 我印象中是賣120 那車主也知道這件事情 那他還願意賣我這個價錢 你說那是不是好客人 我跟你講 光後面那個驚喜 我就身心都給他了 我跟你講 我到現場我還加8000給他 你知道嗎 因為後面的生日快樂 哈哈哈哈 因為我那天 我這個人齁 就是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哪跟進不對 哇幹 這種生日驚喜 阿蛋你會花時間做這個東西給女朋友嗎 我會啊 我還是著名的雙魚座工具人 我否認 所以我跟你講喔 以後交女朋友啊 你要問他 你上一任 你有沒有交過雙魚座 如果交過雙魚座 就不要交 他用習慣了 對啊 綁鞋帶覺得是應該的 對不對 做卡片是應該的 買氣球布置是應該的 被訓練得太好了 女生的上一任是什麼星座的 你跟他交往最好 你知道嗎 我覺得是比如說處女座的男生 或者是這個 天蠍座 對天蠍座的男生 他上一任 如果是交過這兩個 你這一任你就很舒服 都跳腳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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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觀眾朋友參考 看有沒有準確性 你一定會很舒服的 不用幫他綁鞋帶 他來幫你綁鞋帶 然後你褲子一脫下來 他就自動 你就知道嗎 自動去幫你放熱水 你知道你要洗澡了嗎 對 怎樣你在笑什麼 你笑什麼淫當是怎樣 有畫面 有畫面是不是 我講完了 但其實這個車開出去 一般的人看不出這是手牌 看不出來 砍金數量真的太少了 就算給你遇到你也不知道好不好 因為有些人會故意在後面貼 手牌的標誌 所以有些人就是生怕 人家不知道他這台手牌 後面要貼 貼MT 沒有啊有人會貼 狗骨頭的手牌排檔的那個標誌 也有人會貼MP 對啊也有人會貼MP 6MD什麼的 賓士喔 他很久以前有一台這個 1901的EVO版 有大包的 然後有大尾翼的 那個現在炒到200萬 老賓士他手牌的啊 那個交易都是200萬的交易 沒有因為數量真的很少啦 賓士本來就很少出手牌車啊 好你反而那個B&W啊 他每一代其實都有一直在出手牌款 G4代有嗎 我不知道耶 還沒有研究耶 前一代就有了 F4代也還有啊 F4代M2還有手牌的啊 董哥那個就手牌的啊 嗯 對 不過其實賓士座手牌 沒什麼意義啊 說實在 只是有時候有一些車齁 就是你看到它是製牌 你就會覺得 它如果是手牌的話 應該還不錯 像以前我最喜歡聽什麼 車手牌的聲音 V6引擎手牌的聲音 我之前有一台那個日時3000GT那種 V6 3.0 V6的手牌 我那V6的引擎已經 聲音已經很好聽很順暢很細緻的 再加上手牌 哇那聲浪真的很迷人 啊我們上次就有那個啊 不要吃406 Coupe啊 那個就是3.0 V6手牌啊 406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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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哦 幹哪個車跑去哪了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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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哪個車咧 我怎麼都沒看到啊 怎麼不見了咧 等一下我自己的車我跑去哪 我都不曉得咧 哇好久沒看到它 對啊 坦白說我不喜歡這代賓士的 這個2.0渦輪增壓這個引擎 四缸這個引擎 C300 C250 就這個引擎 然後你在路上有沒有看到那種 阿豹啊 改那個直通管的那種 幹超難聽的 你不覺得嗎 難聽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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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缸的你知道嗎 六缸你知道嗎 就是它這個四缸引擎 把排氣管改大的聲音 改到很大的聲音 改到很大的聲音 改到大聲到一個狀況 哇那聲音真的很炸啦 如果你要以炸來講聲音很炸 可是那個聲音聽起來是那種 梅子感 對梅子感的那種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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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種 那種金屬聲 個人是不太喜歡的 我喜歡聽的是那種 比較綿密的那種 順暢的那種聲音 那每個人喜歡的聲音不一樣 阿豹你喜歡那種叫到要死 還是喜歡那種沐魚的 沐魚的是怎樣都沒有聲音 沐魚就是要叫又不敢叫 又不好意思叫 阿這樣 今天這個2016年 賓士A250限量50台的手排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這個 訂閱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阿還沒開始就按導站的都導陽 好嗎 我以後我每一片我都要講 我們已經給它取綽號了 還沒有看過影片就按導站的 那個我們統稱叫導陽哥 好不好 好下次見拜拜 訂閱了齁 今天非常順利齁 生日果然順利 那再來一個就是 那個後車廂的小驚喜齁 因為我記得她當初是跟老婆一起來交車的 那她請她老婆做了一個板子 然後過來一個繩子 我覺得哇 眼淚都快流下來了 而且我今天戴墨鏡 所以遮住了我的眼眶 我是真的很開心 就是 覺得說一直以來齁 很多人覺得說 啊你就是商人啊 賣二手車的啊 然後買很低賣很高啊 然後賺很多錢啊 都給人家一些不好的印象啊 然後就以前在這個行業 覺得是很自卑啊 就覺得說 好像 不念書了才來做這個 對啊 感覺是這樣啦 我不知道 也許是我自己的價值偏差嗎 然後再加上二手車做久了以後 就會變成說 好像 啊日修車都是 黑龍小道啊 有的沒的啊 話術啊 然後 就我講買低賣高 騙人啊 賣世故車啊 然後暴利啊 等等的 就覺得 做久了會變成 好像 這個行業變成這樣 然後一直到 自己出來 開公司 然後自己 努力做 就是希望 不要讓大家覺得說 買二手車 就好像就是 很爛 就是會被騙 所以 我覺得雖然只是一塊 那種生日的 這樣子的一個 小巧思 那我覺得 給我的意義是很大的 沒想到我竟然可以 從人家口中 這種 可能很無良的商人 無德的商人 不是說我本來是這樣 就是這個行業 被人家這樣覺得 可是 卻可以跟客戶有 這麼深的交集 那以往都是 我們在給客戶感動 我是第一次被客戶感動到 然後講故事講完 今天的這個 影片可能會很無聊 但是對於我來講 意義是真的 蠻大的 所以就讓我 觸發一下情緒 對於我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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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我來說